他是少年英雄豪族画世人 更是一位被现代人忽视的时代风流人物 在一般印象里 他长这样 冤 他三十六藻族 斩鹿头角时最多不过二十一 不一定很俊 但一定是后生 在演艺中 他的奋斗起点是仗前力 冤 他家里有矿药继承 出道军职是中郎将 这兜里还揣着张县长委任状 他在八十四级电视剧里 错误出三分钟的素材 冤冤 他是正儿八经的有谋能断 是当之无愧的曹伟名将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敌点李曼城便是 名将二字可不是三地瞎说的 陈寿喜欢在三国志的片幕编排上 夹带私货 来补充其对人物的评价 比如卫书第十七卷 就编进了五位功绩大致相当 地位基本齐平的名将 后世小说家俱词编排出 五子良将 第十七卷仅此五人 那么按逻辑推理 在第十八卷中排第一位的 就该是个仅次于 五子良将的风流人物 这个人便是今天要聊的 少年长者李曼城 看到最后啊 相信你会对影视剧中 这个酱油角色 有个全新的认识 大哥好 俺是三弟 现在是三国志战略版的小编 欢迎来到三国百将路 都第七集了 大哥们 点个关注吧 李典出生于衍州李市 李家族人祖籍在剧野县 发达之后盘踞于城市县 或许啊 是因为都环绕在现在 山东鹤的操险附近 李家人多少沾点 李家和宾客数千家在城市 乍一看 是个普通的地主老财 只不过呀 这个地主老财有雄气 价值观有点像 香港电影中的社团帮派 准确的说 是那种作风老派的社团 他们的江湖 不讨论人情事故 不追求金钱利益 在意的呀 只有简单的意气忠诚 就像三国志战略版里的 盟友兄弟千千万 只要瞅对眼了 就是给你干 你蹲坑来 我地址 你要掩护 我送死 李家自从追随曹操之后 从破黄金 从机缘树这些 鞍前马后 自不必说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曹操创业至暗时刻 竟也能坚持忠诚 曹操曾经 丞相创业未半 而中道被人扒了个精光 说的就是 吕布仙起的眼周之乱 其实啊 曹操的创业之本眼周 几乎全员繁水 全靠下河敦 寻遇这些老伙计 拼死保下 眷城县 范县 东俄县三城 为曹操保下的最后底库 这件事 在好几个人物的传里面 都有记载 大家耳熟能详 但在《五帝记》中 仅仅一个自然断之格 却记载着李家族人的荣耀 几乎无人知晓 作为投靠的非核心部署 李家族人 一辈子只跟了曹操一个大哥 面对势如破竹的兵州军团 他们坚守城市 甚至正面击败吕布 成为被忽略的第四个坚守据点 原文说道 吕布到城市县 被城市县人李进打败 只好往东去到山羊落脚 史书中轻飘飘的一句话 一方面蕴含着 眼中李家的忠诚传统 叔父随曹操转战千里 李进带头奋勇先登 族人射兵死战 家族的荣耀需要人传承 但同时也蕴含李家的伤痛记忆 少年李典看着凯旋归来的族人 把这一幕残枝断壁和惨淡愁云刻进心里 他记住了一些名字 但他现在还不知道 以后再次与这个沾满族人鲜血的名字见面时 会经历怎么样的痛苦 出生在这样一个非典型地主家族中 少年李典应该用什么心态 来面对这个纷扰乱世 在家族的荣耀和血仇面前 李典本能的想逃 孟子将这种经验总结为 君子远刨除 除了有点朴实无华且枯燥 远离战场做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也未尝不可 但正如著名哲学家麦兜所说 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煞石之弹塔 作为李家顶梁柱的叔父李前 被吕布的部长杀害 李前之子李整又早死 子成副业 兄中弟吉 李典就成了曹操选定的李家 下一任化石人 代替从兄李整 统领李家的部曲 一个有战争PTSD的人 如何统领军队 李典另辟蹊径 摸鱼 像三弟到了宫位 那也不一定能写出稿 李典到军营里 也不一定要打仗 每天就是博观群书 尤其是春秋佐世传这种三国流行图 可能是爱看春秋这一条 和那个命中注定的男人高度重合 深深地触动了曹操的DNA 面对明目张胆的墨鱼 曹操不仅没有怪罪 还善知 脱太祖的福 李典得待在舒适区 做过离狐太守这种父母官 督运过军粮 管过屯田 数年间都没有直接参与战士 进入后勤战线后 李典开始以他的方式为主军效忠 最典型的就是关渡一战 当时袁绍派人刺反曹操的后方 朱军多受其命 不听曹操的话了 粮食都难以争掉了 一支军队没有粮食 一天战斗力减半 两天战斗力耗尽 等皮带吃完草根啃光 滑遍溃败就是大概率事件 这段难熬的岁月里 是谁又一次成了曹操的救命恩人 又是眼周李家 难以想象 曹操站在军营遥望 看到运粮队伍出现在地平线上 是怎么样的一种热泪盈眶 李典不仅调动了军队的布局 甚至还动用了族人来运输 这粮食的来源 自然也是李家的城市县了 作为回报 他被曹操升至皮将军 在关渡之战后的时间点 张辽也是皮将军 于晋 徐黄和刚投降的张和是偏将军 乐晋是讨扣校尉 整体来说 李典与这些老贤辈官职 基本直平 但前提是 这时的李典 最大不超过21岁 与这样的年少高位相反的是 李典终极一生都不与诸将争功 除了本性淡薄 可能他心里还是有些幻想的吧 吴浩涌动狠 不立战功 也许就不用去战斗一线 再面对狮山血海了 只是战争年代的一切事物 一向没法由人来做主 李典没想立战功 只是战功自行向着李典狂奔而去 建安八年 曹操开始了新一轮对元绍集团的军事行动 既是为了一举吞并河北 也是为了让老朋友袁绍能在殷曹地府父子团圆 曹军数万雄狮听进河北黎阳 建制袁绍的儿子们 在这次行动中 李典依旧乐得做个快递小哥 担当运输粮草的任务 同行的还有快递老哥成瑜 如此轻松惬意的工作 不吃意外的话 马上就该出意外了 城里二人正在船舱里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手下就来报 河北那边的魏军太守高藩 带兵堵在必经的运河上 运粮水稻一时间被阻绝 虽然曹操早前的命令说 如果水稻不通 就上岸绕路送过去 但重新规划路线 多少还是耽误时间 为了五行好评 李典和猪将商议 如果是利于国家的事情 我认为砖断一回也问题不大 拦路的人缺亏少假 我建议忙掉他们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就这样啊 李典用一支运粮的后勤部队 拿起武器 北都运河攻击高藩守军 都是为了做好运粮的本职工作嘛 迫不得已打场小胜仗 实在是不足挂持 不足挂持 如果说上一次是敌人逼李典出手 那么伯望波之战 就是自己人逼李典出手 演艺中 伯望波之战是诸葛亮的新人首秀 运筹帷幄 咽压全场 而正史的伯望波和演艺有那么一点点的出入 一场伯望火烧出两件代表作 一方属于那个常年被网络历史学家嘲笑军事才能的刘备 而另一方正是被迫开瑞的李典李曼成 建安七年 海区居客座的刘备奉刘表之命 北伐曹贼 直取许都 曹操对这次北伐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阵容搭配是主C 夏侯敦 于晋 辅助是李典 李典一听 这阵容心里瞬间放松了一大截 夏侯敦和于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 自己这个打辅助的 该奶的时候奶 该混的时候混 边缘OB助攻就行了 看到对面刘备自己放火烧掉营帐逃跑 夏侯敦心里也放松了一大截 大耳贼这是怯战了 自己只需要城市追击 痛打落水狗就完事了 只是老将有老将的判断 新人有新人的敏感 李典一看着阵势就感觉不对劲 刘备向南边逃跑 那边道路狭窄草木浓密 这指定是没有安什么好心思啊 可把这话跟夏侯敦一说吧 人家反手就是一句 你在叫我做事啊 一意孤行带着于晋就追了上去 刘李典镇守大营 被领导怼了 李典这边也不能装没事发生过 只能暗地里准备接应 果然刘备只是假意分营撤退 而将部队埋伏在草木茂盛的小道中 等到夏侯敦率部进入小道 左右伏兵同时杀出 夏侯敦于晋顿时陷入危局 守候大营的李典 看着夏侯敦所在的方向火光冲天 那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怎么办 能怎么办 还能不救吗 夏侯敦可是曹操的老铁 当机率领留守大营的本部人马 杀奔战场 这才下阻刘备包饺子 避免了夏侯敦二次沦为俘虏 这两次不期而遇的战斗后 李典的战斗才华彻底藏不住了 曹操开始觉得 这小伙子行啊 有事他是真上 于是开始频繁给李典布置作战任务 工业城为高干 破管城 李典随时被赶鸭子上架 但效果却是 皆破旨 签了哺鲁将军 又封都庭侯 一切已经没法按李典的意愿去发展 建安二十年 孙权逼近合肥 迫不及待 典击领取个性化定制的十万头衔 与此同时 首将张辽举着一封写着 贼制乃发的教令 正与诸将解释 孙权以为主公在外 必破我已 尽可发兵相迎 奋力与战 折其封锐 以安军民之心 方可固守合肥 成败至今 在此一战 朱军何疑 虽然问的是朱军 却是盯在李典身上 营内诸将 唯独李典恐其不从 因为准确来说 李典可能不仅有战争PTSD 更有张辽PTSD 当年眼周李家 与吕布的惨烈一战时 张辽还在吕布回想 这样算下来 他手上便会不可避免地 沾染了李氏族人的心血 后来张辽转头曹操 却与李典肃不睦的原因 便有了一种合理解释 只是血海深仇这种事情 不是一句道歉能化解的 张辽对此也心知肚明 平日里也就只能 不过多接触 移民刺激的时候 但现在 教令要他们两人携手出战 这道罢到了不得不解开的地步 随着张辽的目光 诸将的注意力 也转到了李典身上 只见李典眉头紧锁 脸上神色转过千火 半晌之后缓缓道出一句 张文远 你欺人太甚 仲将看他如此反应 心中也沉下半截 只按道 丞相安排张礼二人出战 失算已 曹操失算了吗 或许他在赌 格肥三人掌控曹魏东线大权 要实现互相之间的权力牵制 将领之间的矛盾 正是最好的抓手 而要保证这样的制衡把戏 不玩翻车 李典是关键人物 关于李典 曹操有一定的了解 早前曹操为了尽快发展实力 统一北方 纵如内部山头发展 而过后 这些山头豪族 就成了棘手的问题 恰在此时 李典挺身而出 自情举家内千归附 是出于忠诚 是因为看破现实 都不重要 无论是什么出发点 李典的行为 都是公益为先 家国为先 所以曹操就赌 在战时 李典也能摒弃 与张辽的嫌隙 再度以公益为先 曹操赌对了 合肥账内 李典再度打破凝重的氛围 你我虽有仇怨 但何至于 让你怀疑我的为人 大事当前 你只要考虑好 应对计策就行了 无可以撕汗 而忘功一呼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此话一出 朱将先是一愣 随后长舒一口气 话虽然是横着来的 但张辽听霸 顿时愁云俱散 当即招募 骁勇死士 得八百人 杀牛分食 李典在 《合肥之战》中的细节 未有描述 但依据曹操教令 辽宇典共同出战 李典应当就是这八百勇士之一 恐怕孙权登高必获 回身观望时 除了看到一员中年虎将 披甲吃鸡 大胡自鸣 先登陷阵 应当另有一员青年肖将 率重冲杀于万军之中 从旁掩护 共同立下 八百破十万的 不适之功 曹卫皇初六年 魏文帝追念合肥之功 给李典增真一百户 嗜好闽侯 对 嗜好 合肥之战后 李典下一条记载便是 死于三十六岁 陈寿在其传记的末尾评价说 李典贵上儒雅 一望思细 美 美是美德的美吗 这样的理解太没有想象了 三帝给李典一个浓墨重彩的描写 是为了挖掘 被遗忘的三国风流人物 那陈寿将李典这样一个 英年早逝的少年将军 排到这么高的地位 是为什么呢 或许 陈寿说的美 是美人的美 自从屈原说过 唯草木之灵洛习 恐美人之池木之后 美和美人 便被赋予了新的文学含义 他成了中军爱国的 情操的象征 只不过屈原追求美人 是在追求贤君青睐 而陈寿追求美人 是在追求贤臣 三国志成说的年代 中军爱国的精神 却似乎不流行了 司马懿的高平临之变 曹爽的不识为傅家翁 当朝全臣竟然人手一剑 被主谋私的代表作 曹魏这样一个建立在 李崩乐坏之上的王朝 竟然再一次经历了李崩乐坏 在李典片幕下重提美人 更像是给中军爱国精神的七美婉歌 献给曹魏后期求而不得的美人 只是 可惜呀 我像那银河星星 让你默默爱过 等于那悠悠光辉 为你的碰规 当你见到黄云星星 请你想想起 当你见到星河山 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